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品质的白酒酒香更加的醇厚 没有刺鼻的气味 同时有着淡淡的粮食的香味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观察倒酒时产生的酒花来鉴品高品质白酒 如果酒花密集上翻且立即消失 无明显不均匀分布 酒液比较浑浊 那就是品质欠佳的白酒 若酒花明显分布均匀 上翻密度间隙明显 且有挂杯现象 酒液轻涩透明 此为高品质白酒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搓手掌的方式来鉴别高品质白酒 那么首先呢 让我们取一滴茅台 将茅台倒入掌心中 然后将手用力摩擦 直到掌心发热 接着闻一下掌心的味道 如果是高品质白酒呢 会有着谷物的清香 同时酒香留存的时间会更长久 将品质欠佳的白酒也倒入掌心中 然后双手用力摩擦 好 那么品质欠佳的白酒呢 留存香气的时间会更短 同时闻起来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 那么最后呢 还要教大家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也是最科学 最准确的方法 众所周知 高品质白酒的风味独特 适合于其中还有风部的纸类 所以我们将通过造化反应来鉴别 哪个才是真正的高品质白酒 在高品质白酒中 滴入适量的氢氧化纳容液 在普通白酒中 也滴入适量的氢氧化纳容液 接着将它加热 高品质的白酒在加热时 会由无色 逐渐转变为淡黄色 品质牵佳的白酒 颜色无明显变化 经过造化反应后的高品质白酒 颜色越深就代表着 其中越寒的纸类越多 而纸类越多就代表着 白酒较长的时间更长 品质越优 那么在本期视频中呢 我们通过以上四个小窍门 来教大家如何鉴别 高品质白酒 你学会了吗 感谢您说的